过来了 一国烟烟就是到成就佛国了 你所修那个因啊 一一的因行 回过来 像佛成了佛了 有事情各种的形象 给众生说法 因一何神得度者 佛就献什么神 给他说法 这叫以国烟烟的意思 以烟烟果成就佛了 又以佛的果德 烟一些众生的因 令他成就佛国 就说明了 你现在所修的 如果你入心里惯想 说一理骗十方啊 当你磕一个头下去 骗出十方法界 这靠观想力 这是靠心力 那你磕下去一个头 你想到 你磕慢一点 快乐你观想不到 观想极乐世界 在接受你的佛 保身如来 接受你的佛 不动如来 接受你的礼拜 阿弥陀佛 反正圆念到底 完了 你把你这个礼 观想 你已经到了极乐世界了 已经到了流略世界了 已经到了不动世界了 这是想 初想 还是妄想 想成了三昧 这叫镇定 那就是一理骗十方 这一个头科学 每个祝福前 都有佛的光明一照 就照到你了 你在那正礼他 阿弥陀佛 光照你 礼阿弥陀佛 毕罗哲诺佛 光照你 礼毕罗哲诺佛 礼光如来 照到你 照到你 留着光如来 这就靠惯力 他说惯 惯就是思维修 思维修 我作为道友 懂得这个道理了 你那一修啊 你一音横 都是无量无边的 你修功德呀 这个没法计算功德 不是一般的功德 可能计算的 这样 回路你本来 本具足的 性德 真实的 不可思议的 你原来具体佛性 咱们是音这样说 到你果了 果也是这样成就众生 他的一音横无边就共 佛在旷节修音的时候 就无量节修音的时候 节是 节波 是时分 过去 那个时分 他在修音的时候 也就是要显出了 他这个法 显出他体力用 作用 现在 我们在这个道理佛 拜灿 听见 听见 用他来严密这个法身 中原的法身 你法身的就起出来了 广 广 以佛法身 就产生的广 广就是大容 大容无边 佛无量节来修音 是显法的体 发的体 体必居住 体必居住向和用 大方广三个字 是不分的了 也分不开 体觉地居住向� 假设 我们现在修 庄元末的法身 修是庄严目的法身 但是你可以显出来你的妙容无边 产生的状 就刚才说的 你在礼佛这样惯想 你会感到的 你这个感 骗了 那回来的印 也骗了 你的气量 心量非常的大 什么都不求 我们有些人 经常要你啊 给他回向回向 就少病少脑 家庭听呢 一个求你给我回向回向 让我成佛 我们还没遇到这么样的求的 没有 没听见 法师啊 你帮我求求 让我开悟 让我早能入到开智慧 很少有人 没有 可是绝对没有 没有 求我家子 求这 都是求家庭啊 生活啊 没有 我们的道友 很少 提六心眷属 求也是这个 他没求到自己 我怎么样 消业障 帮我消消业障 怎么样 使我开这个智慧 我读地藏经的人 很多很多 我所知道 我这十五年当中 很多很多 那是地藏经 他都是懂 地藏经说什么 他不去用 我听到道友都说 妈妈业障很重啊 烦恼很重啊 没有智慧啊 地藏经告诉你 开智慧方法 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道理就是这样 以人言法 才能显出他的多作用来了 你现在修的因 因是庄言法 庄言法身 能显出法身的作用 你读华严经 这个读法学经 读地藏经 读哪一部经 这个因 言 庄言 庄言 你能产生的妙容 这个妙容 你必须得有智慧 他就是不做 我们这里的很多道友 读地藏经吧 你们喝没喝地藏水啊 有有喝的呀 我说你没智慧 怎么不照那人做呀 地藏经第十二篇 实际摩尼佛向观思音菩萨说 要有人这样做就开智慧 今天你早前起庄之后 把情节打扫完了 到地藏菩萨供养一杯地藏水 明天早前 你在把这水换了 就换一个另外一个杯子 在供上 往来你把这杯水喝下去 喝的时候要发愿 发愿求地藏菩萨夹给你 开智慧 所以 等到地藏菩萨夹死你了 这一切经典一律而根 不但你既能够背诵 而且懂得他的道理了 但是你得饮水时会 经上说得很明白 你该怎么做 你那时候要发愿 愿这个水 加死你开智慧 但是你必须遵守那个 经上所说的 佛所说的 你看 不能够饮酒 也不能搞邪焉 酒又邪焉 急妄于 三七日内 勿杀害 自信私仙大死明 一天想地藏菩萨 你开智慧了 这个智慧是了生死的智慧 不是四字变聪 不是小聪明 做了吗 金刚经告诉你 说了 徐伯提向佛请求 我怎么样助心 怎样降福其心 我们好多的道友 老毛病随时犯 写了好多保证 没得用 控化 今天给你保证了 搁不到几天 一个月还没过你 他就照样犯老毛病了 为什么 业 这叫众生业 你怎么样消 每个经都告诉你 你不做那没办法 不做你就得不到 你那以人言法而显荣 你那不言 不言荣 没有 经上说的是一句话 是一句文化 你不修 你怎么得呀 得得你去做呀 大家都想听经 大声经 了一经 像讲华安经 你听你做得到吗 他都是一来骗法界 禁虚空骗法界 一切妙容无边 但是他从头做起的了 但是他从头做起的了 说的很玄 你听的很妙 他一步一步走的了 你要坐飞机 你得到飞机厂去坐 不是随地都能上飞机 你飞走了 你到飞机厂还有个过程里 你还得买票 你这手续都不做 你上得去吗 这不是一样道理吗 文化 文化 就知道个方法而已了 这个方法你知道 你得去做呀 你不做有什么做咯 说效果不大 敢应没有 敢应没有是你不敢呢 不敢他就不应了 以人研法 才能显出妙容 你不能研法 所以那个 祝佛的旷界修音的时候 他是来显出法的体重 咱们也在修音呢 有些道友跟我说 他一天 磕几千个头 我说你还不如磕一个头 一个就够了 为什么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一里片十方 你磕去想 天才磕 天才入世想 想一年两年 想到十年八年 你磕下这一个头去 那这是 你这个头磕一下 惊天动地 你心不在 心跟你这个是 就是体跟肉 咱们讲体相肉的 你体相肉不结合 想过没有 咱们的体相肉不结合的了 身体在这里 心里还不想到哪去了 你惯想力不够 今天或者惯想力够了 明天再来又忘了 不是忘了 业障障 真正你 实实可以 一天就磕一个头 每一个头磕你 入世磕 一里片十方 那你惯想那磕到 阿弥陀佛那 有你在那磕头 钥子流光 有哪磕头 不动如来 有哪个宝生如来 不动如来 不空三丈如来 都有你在那磕头 你那功德 你怎么计算呢 没法计算了 这叫不可思议 你竟然还下地狱 恐怕你到地狱 把地狱都空了 确实实了 还有地狱吗 没有地狱了 这叫心空极地鬼啊 哪管念一句阿弥陀佛 真正念的我的心 跟阿弥陀佛心 合在一起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别念好多万声 都有用处了 想念数字 我经常跟我们道友讲 戒经里头就这样讲的 那么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好阿弥陀佛 念吗 这释迦摩尼佛说的 这不是假的 他说你做这个观想吗 没有 学要去做 要去用 特别我们学佛的人 还不如个目击